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山明和两位的多名弟子已经失守背擒 广告赵天正押韵他们返回京城 你说什么 周山明和靖明都被抓了 是 爹 他们把周大哥带回京城 我们去救他 不行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少主南下寻宝 都去救人了 少主怎么办 爹 周大哥是为了救我才被抓的 我们怎么能不去救他呢 高了 我们还是先去救人吧 少主 你身负着光复大众的众人 怎么能让你去冒险呢 你刚才还说 庞兆天武功高强 差点要了你的命 若再举冒险 万一稍有差池 然后让我们怎么跟主公交代啊 少主 我看这样吧 师庄主 你保护少主南下 人由我去救 我看这个办法好 不行 庞兆天的武功如此厉害 我不能让毕伯伯一个人去涉险 少主 凡事要分个轻重缓急 你不能感情用事啊 这明白这是庞兆天的圈套吗 他把人押回京城 目的就是引你上钩啊 你若去救人 他设下的天罗地网 正好就是要捉拿少主你啊 这我当然明白 正因为如此 我更不能让毕伯伯一个人去冒险 少主 你一定要三思啊 庞兆天带人北上 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南下寻宝 现在可是天赐亮机啊 要是错过了 恐怕大事难成啊 师前辈 你的苦心我明白 可是那些人 都是因为帮我才被抓的 我岂能见死不救 这 如果我只顾自己 不管他们死活的话 以后还有谁愿意来支持我呢 又弹劾光复我大周 宝藏跟人相比 当然是人更重要 少主 果然宅心仍厚啊 既然已经定了 咱们事不宜迟 赶紧上厅吧 那 那好吧 就依少主的吩咐 我们大家先去救人 那两位前辈赶紧准备一下 我们这就走 好 走 走 等不住 看一看嘞 看一看嘞 买书咯 好习 看一看嘞 看一看嘞 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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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力 客官 您看看这边 你看看吧 不平 买书咯 买书咯 买书 买书咯 买书咯 客官 您看看书吧 客官 客官 姑娘 您要点什么 买书咯 买乡 买书咯 买书咯 公司 买乱书咯 买书咯 买买兄 酸 吃荷买乡 买乡 买买乌 让开 快 你还爱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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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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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都办妥了 他们已被关入灵香楼 好 张夫妇 那帮反贼 我就交给你们锦衣卫了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 拿你的人头试问 嗯 这个人 不能跟你们一起看守 他和那个女的关系不错 我怕他是内奸 康统领 现在云仲已是我们锦衣卫的人 自不会寻思妄法 更何况 他和那个女的认识的时候 并不是锦衣卫 所以 不用解释了 我告诉你 这个人 休想靠近灵香楼半步 好 好了 你们 去吧 我跟庞公公还有事呢 告辞 好 既然这里不需要你 你就继续全去 保护王爷吧 好 离开康昭海 也可以免去你们之间的冲突 你刚加入进一位 还是少惹是非为好 是 大哥 小弟还有一事相求 你不要再说了 我会尽量保护好你的朋友 不让他们受伤害 那谢谢大哥 你来 就一个人 嗯 跟我来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的家筹 既然记得 为什么还要和张南风交缠不清 你还喜欢上他 雲雷 你真想让爷爷和爹 含恨九泉吗 我告诉你 这世上你可以喜欢任何人 就是不能喜欢张南风 你要记住 你和他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你知道吗 哥 你放心 我以后 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瓜葛 妹妹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对了 你怎么来京城了 师父本来要我回小寒山 可能是天意安排 竟然来到了京城 看见周大哥被捕 哥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现在凭我们两个人之力 很难救他了 我们总要试试啊 难道 我们就眼睁睁的 看周大哥去送死吗 要忍耐不可轻举妄动 我听说 庞兆天调集了大批的人马 看守灵霄楼 不要说进去了 靠近一步都难 那怎么办呢 不过你放心 我想庞兆天 暂时还不会处死他 等时机成熟 我们再去救他 好吧 好 允公子 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呢 是啊 爹你看 允公子来了 允仲见过王爷 允公子 在下奉张大人之命 前来保护王爷 好啊 由你来保护 我很放心 你的武功 我是知道的 多谢王爷夸奖 王爷 于大人来了 于叶拜见王爷 于大人久闻大了 请坐 好 请 请 王爷 于燕不喜客套 有话就直说了 好 正该如此 于大人直说无妨 王爷 瓦利和大明签订合约 是大事一件 对百姓来说也是喜事一件 如此一来 双方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边境不再有战乱 我们身为臣子才上对得起朝廷 下对得起百姓 对 于大人说的对啊 王爷此次千里迢迢而来 代表你们瓦利大王商谈合约 不知合约 你们拟好了没有啊 早已拟定 葛托 把合约拿来 是 于大人请看 王爷 你们瓦利大王的诚意 于某已经明白了 那就好 不瞒于大人哪 瓦利现在危机四伏 大王担心百姓因此而陷入水深火热中 而不得安生 所以才特意派我前来 还望于大人 把合约尽快承交贵国皇上 于某一定紧力而为 我立刻进宫将合约呈给皇上 好 那就有劳于大人了 不敢 这是于燕分内之事 王爷 于燕就先告辞了 请 请 干嘛呀 看见我就想躲呀 是不是因为 你妹妹做了亏心事啊 你们兄妹两个人呀 一个样子 做事风格都一样 躲躲藏藏见不得人 大小姐 请你嘴里留点口德好不好 我妹妹和张丹丰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你何必对此事还耿耿于怀呢 谁相信啊 肯定又是在骗我 我干嘛要骗你 我问过我妹妹了 她亲口告诉我的 她和张丹丰已经分开了 而且我和张家是有仇的 我为什么要骗你 怎么可能啊 丹丰哥哥明明说 好了 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了 免得我废口舌 那 难道是真的 难道是真的 我 是我 是你 走 快 鸡丰 你听我说 我跟拓布花骑士 你不用跟我解释 鸡丰 山中的野花 春天开秋天拜 樱眼到头难尝久 我们之间 就如同泪花 惊不得冬天 云磊 你我之间 已无怨无仇 也无牵连 以后 我们就形同路人吧 形同路人 对 我来京城 也没有想到会遇见你 我是来救周大哥他们的 叫他们出来之后 我就遵师父之命 回小寒山去 以后 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不再见面 云磊 你能不能听我说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 你拉我过来 就是为了纠缠我这件事吗 好 我也是来救人的 我刚刚和史英 还有毕道凡他们赶到京城 方才和你一样 我也是到那儿刺探情况的 你也看到了 林桥楼戒备森爷 不但守卫众多 而且楼门上还上了锁 里面说不定 还有层层机关 想要进去救人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难 我也要救他们 云磊 这件事你不用着急 救人也要有个万全之策 你有什么计划 目前还没有什么计划 不过你放心 等我和大家商量出办法 会尽快告诉你 云磊 你答应我 在我想到方法之前 你千万不要擅自行动 我知道了 好 你暂去何处 我如何才能找到你 城东 天心可战 我必须能 справ 你转异门 我看什么 你把我打得很好 你能够 你不让我 你跑 要你 你 大方 明明兄 打当到什么消息了吗 没有 林小阁见备森业 只能从大门进去 而且钥匙在康超海的身上 任何人都进不去 就连我也不例外 所以啊 那里的情形 我也不太清楚 那谁给他们送饭呢 康超海 康超海亲自去送饭 是啊 这个小子相当奸话 不仅每天亲自送饭 而且还把钥匙藏得很好 我看 就算我们把他抓住 把他打死 钥匙他也不会交出来的 这么看来 硬闯不是个好办法 是啊 的确不是个办法 你不用费心了 我这儿想到一个办法 不过 需要你们大家配合 说 探风 云磊 可以听屋说话吗 要去救周大哥他们吗 是 计划我们已经想好了 可是 我需要你的配合 到底要我做什么 你快告诉我 只要我能帮到你 我一定去做 云磊 你能不能劝劝你哥哥 让他暂时放弃我们两家的恩怨 和我们一块去救人 妹妹 你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吗 哥 张丹丹丰说 张丹丰 你又和他见面了 你之前答应我什么 不会和他见面的 哥你先听我说 他们是来救人的 需要我们的合作 借口 他就是想方设法来接近 不是的 他们已经想好了办法救人 办法 不管他有什么办法 我是不会和他合作的 哥 你先冷静一下 你也说过 单凭我们俩的力量 是闯不进灵霄楼 都不过那些锦衣卫的 我不管 要我跟张丹丰合作 绝不可能 那你就不救周大哥 让他白白送死吗 还有那个谭台姑娘 她虽然欺骗过你 可她毕竟是你的朋友 帮过你不少的忙 你就愿意看着她 死而置之不理吗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没有时间了 你也不敢肯定 庞兆天什么时候会处斩他们 哥 暂时放下恩怨 和张丹丰 石庄主 还有毕道凡 一起合作救人吧 我相信爷爷 还有父亲的在天之灵 一定不会怪你的 好吧 我先听听他们的办法 如果办法可行的话 我就跟他合作 但是 不管有什么计划 救人之后 他还是我的仇人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你还来干嘛 你走 我不想再见到你 石姑娘 你先听我说 我们是来商量怎么救周大哥的 你们也要救周大哥 对 是我请来的 石姑娘 云大哥能够放在仇院 前来相处救人 你不要再计较以前的事了好吗 云大哥 别这么称呼我 什么云大哥 我告诉你 我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称兄道弟的 好 你也说了 大家是为了救人才走到一起 石前辈还有毕伯伯都在屋里 请进屋祥谈 云磊 整个计划就是这样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看行 石状狗 你看呢 嗯 我也觉得行 就按少主说的意思办吧 我对整个计划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有一点 救完人之后 你我两家的仇物 必须得算清楚 哥 没关系 你想怎么样都成 我们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这边 哦 请坐 做什么坐呀 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有张丹丰的消息 你要不要听 丹丰哥哥 你怎么会有丹丰哥哥的消息啊 他现在在哪啊 人怎么样 我们边喝 我边告诉你好不好 哎呀 喝什么喝呀 你快告诉我吧 哎 请坐 你是不是骗我啊 没有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骗我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快快快 赶紧说 说话呀 我丹丰哥哥到底怎么样啊 你光倒酒干什么 来 我先敬你一杯 说吧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要唐的 有什么东西 你会的 committees 都舒服 你 mog了 我 沟 没有 我們 …… Vou 大方 快 跟我来 准备得怎么样 一切按计划进行 脱不好就交给你了 少主放心 有我看着他 他不会有事的 好 你可要保护好他 是 好酒啊好酒 叫康头领 叫我就给你酒喝 喝酒是吧 明天我就把你毛 给你下酒喝 好酒 好酒好酒 王爷 出事了 王爷 明公子 你怎么了 不好了 托不花小姐 托不花小姐 托不花小姐到底怎么了 快说 托不花小姐 托不花小姐到底怎么了 是啊 托不花到底怎么了 你快说 我刚才在亭子里和托不花小姐喝酒 没曾想 康朝海出现了 康朝海 他都干了什么 他调戏小姐 于是 我就和他动起手来 没曾想 他在酒里下药 我就晕倒了 我醒来的时候 小姐 就不见了 这个康朝海 竟敢卓子大 托不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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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跑到我的床上来了 管他呢 飞来的艳符 不香 白不香 你不能打掉我的好事 真是太可恶了 明朝居然派了这样的人保护我们 这不明摆着欺负我们吗 爹 我立刻带人去 找那个混蛋要人 好 不过 切勿鲁马 毕竟托不花在他们手里 你说话要有分寸 是 我带他去 好 那赶快去吧 来 美人啊 你可想死我了 亏得我朝思暮想 你 你自己飞上门来了 这 这不怪我了吧 不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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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都跟我滚开 放肆 你就是瓦礼王爷的世子 对 谁 谁 我是你师叔 开门 师叔 师叔 这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你师父找你有其事 快出来 师父 好好好 我这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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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什么事这么晚了 你师父找你有其事 师叔 什么事啊 什么什么事 瓦礼的格托带的兵都要闯进来了 说要找什么托不花 你师父让你去帮忙 托不花 师父 师叔 不 你你先去告诉师父 我马上就来 你你先去吧 我马上就来 师叔 你床上是谁 没人哪 师叔 真的师叔 师叔 师叔 这不是他们要找的托不花小姐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我不是第一次见面 上次攻打毕家庄 是你带人来坏了我的大事 对吗 谢天华是我姐夫 张丹锋是我好朋友 我只是带兵前去保护他们 此事贵国的皇帝也知道 以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 那么今夜你为什么又来我府上闹事 我们太师的女儿被人夺走了 我能不来吗 据说就在庞公府上 我不来这找还能去哪找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太师的女儿被人藏在了我的府上 对 有何凭证 康超海是你徒弟吧 我们有人亲眼见到他带走了托不花 亲眼所见 对 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把康超海和托不花交出来 我们即可就走 否则 否则怎样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告诉你 这里不是你们随便胡闹撒野的地方 你以为你是谁 你只不过是朝廷的一个太监 康超海你个王八蛋 你闯了大祸你知道吗 你怎么把托不花弄到这儿来了 师叔 我 我 我不是 我 不是我弄的 我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不知道啊 师叔 这要是被你师父知道了 我看你这条狗命 还要不要了 哎呀 师叔 求你 求你千万别告诉我师父 求你了 千万别告诉我师父 行不行啊 如果你师父同意瓦砾人进来搜 恐怕你不想让他知道 也不成了 哎呀 哎呀 这这这这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先把它藏起来 藏 藏起来 对对对 藏 藏起来 对 我 我怎么没想到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对 藏 藏起来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藏起来 藏起来 这 哎 师叔 对对 师叔 先藏你那儿吧 放肆 你想让我自己变天锅啊 哎呦我的师叔啊 我这 我怎么办 我师叔 哎呀 让我想想 有了 有了 快住 快说呀 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灵霄楼 灵霄楼行吗 有什么行不行的 那灵霄楼里关的都是重犯 就算瓦礼人想搜也搜不到那儿去 再说 这钥匙在你身上 进进出出 又不难 对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啊 对对对对 钥匙在我这儿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哎 哎 钥匙 哎 我钥匙呢 我的钥匙去哪儿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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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上 闹上 哎 师叔 师叔 快呀 快点帮我呀 赶紧帮我把她给弄走了 快呀 你把他给抱起来 世子 你是我大明的贵宾 我会给你面子的 只要你们马上撤走 我呢 就不再跟你追究 我不需要你给我面子 我只要你交出托布花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庞公公 这祸是康超还闯出来的 您又何必包庇他呢 要不这样 您把康超还找出来 我们当面对质 如果他肯认个错 释放小姐 我想世子 也不会难为他的 福安 奴才在 把康超海 给我找出来 是 庞公公公 我们 没有找到康头领 他这肯定是坐贼心虚 逃之夭夭 再找 是 师叔 快 给 快进来 快进来 对啊 有 你 去 这 啊 王姑公 王姑公 有人劫狱